将共享单车推至停车口后,按一下按钮,单车随后被机械手自动抓取,整齐摆放在圆柱形地下车库内的存车架上。 这样科技感十足的画面,对于成都市牛市口地铁站附近的居民来说,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。 4月9号,记者在成都市地铁2号线牛市口站外看到,一个标注着共享单车智能存车库的橘色小亭子,很醒目。 停字内LED屏上显示着单车库存数量以及空余库位,而在屏幕一侧按钮板上有四个不同颜色的按钮,分别显示四种不同的共享单车品牌。 虽然不是出行高峰时段,但仍有市民陆续到共享单车停车库存取车辆。 据了解,该停车库是全国首个地下立体式智能共享单车停车库,截止目前已投入使用四个月,已经有了固定的用户群, 同时被共享单车使用者和管理部门点赞。 取车的话就按一下那个按钮,它自动就出来了,所以的话比起以前要方便很多,而且不占地方, 以前的话就比较乱,现在的话就比较整齐,就觉得比以前好很多。 所以我每天现在都用这个了,就不把车停在外面,取的时候也从这个机器里面取就可以了。 没有这个车库之前呢,很多市民为了图快,就把这个单车呢,就随意地放在这个地铁的出路口这儿。 现在有了这个停车库以后呢,我们大部分市民给它讲解,然后让它放在停车库里, 现在这个街面上基本上就没有这个乱放的这个停车的共享单车。 现在呢,环境也好了,然后大家市民呢,素质也很高,然后基本上都能放在这个车库里了。 也有市民同样表示,有了智能停车库后,共享单车被存在地下,周边的环境整洁了许多, 但停车库仍有需要完善升级的地方。 共享单车这个停车库现在弄好了之后,我们从地铁口出来的时候, 不需要在地铁口门口那个看见很多车,看见特别凌乱,然后把路给我们堵了。 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,第一,车型不能选择,第二,有可能推出一些故障车, 我需要第二次放进去,然后再去选择。 智能停车库研发方负责人谢海平告诉记者,自从2018年12月初投入使用, 四个月时间内,位于成都的停车库已有超3万5千人次使用。 目前成都的智能停车库仍是全国唯一投入运行的一个, 但国内有不少城市都在与其沟通洽谈, 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将有新车库建成使用。